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宫阁内放入江红菜饭 东坡肉等上海经典料理 这是老字号浙江餐厅推出的外带便当 老店从来没有做外带 受到疫情冲击业绩掉了超过七成 只好靠新服务解围 便当的外带或外卖会不会赚钱 坦白说有限 因为它跟这些自助餐的价格 我跟你講自助餐就是死租价 那可是你看这些民店的菜 它动辄都是几十年的 四五十年师傅的这种老经验 你看他现在就卖一个便当价给大家 其实对民众来说 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反馈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对餐业的影响程度草无一极 不管老店还是集团 业生们求新求变 容易将伤害降到整体 占选许这种方向太不到